女星李倩蓉在上个月宣布搬离居住了15年的豪宅 因为孩子们都在国外念书 自己和丈夫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近期正忙着搬家的她突然在社群发文表示 自己收藏已久的镜子 是多年前从美国的高级百货购入后 用船运回来的 算是中国制造 但现今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同款 不料这面珍贵的镜子 却在搬家过程中不幸摔坏 李千荣认为与其花时间追究搬家公司的责任 不如赶快找出修复镜子的方法 然而这个月来 她询问过玻璃行、家事店等 都无法对其进行补救 甚至找来玻璃工厂的师傅 帮碎裂的镜子进行补修 也只能补救小裂缝 玻璃工厂也很难配合尺寸自作 最后她实在无计可施 只好在社群发文求助网友 更直言不会放弃镜子 希望能早就找到解决方案